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在1月16号的上午 在泰国普吉岛北部的一辆旅游大巴 发生侧翻 造成车上17名中国公民受伤 其中两个人伤势重伤 泰国当地的时间 大约早上的7点50分左右 这一辆旅游大巴 当时是在普吉岛的塔朗区 一处弯道路段失控出现侧翻 车上一共有20个人 其中包括16名的中国游客 还有一名的中国籍领队 事故造成有多个人受伤 稍稍当中包括一名孩童 报道指在事发的弯道路段 经常会发生大巴车的翻车事故 根据警方初步研判认为 这次事故可能是因为大巴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到事发路段时 在弯道处失控才会导致翻车 并且还转上了路边的护栏